女性如果维生素D浓度不足会影响到 卵子品质受孕能力 还有骨质的健康 台中有妇产科团队就提出警告 根据院内统计有八成不孕女性缺乏维生素D 这样的情况比美英、加拿大等先进国家还要糟 因此建议女性饮食上可多补充牛奶、木耳等 或者透过保健品以及夺晒太阳 都能够有效提高维生素D的浓度 也有助妇女受孕 那么维生素D严重不足的话 发生率只有36.4% 妇产科医师提出警告 来院求诊的妇女有八成 身体的维生素D量不足 会补菌也对卵巢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当维生素D不足的影响维生素D的功能 维生素D是怎么样 它是铸造能量的主要来源 所以当卵子不足的话 那维生素D不足的话 那么卵子的功能力就不足 因为不足而会影响到硕卵的品质 医院统计 去年近4000名不孕症求诊妇女意外发现 体内维生素D浓度小于20以下达35% 而正常者仅18% 远不足美、英、加拿大等国家 而求诊妇女补充了维生素D一两个月之后 试管婴儿的怀孕率可以从38%提高到48% 因此建议备孕期要多补充维生素D 也可晒太阳、食补或保健品都可以 第一个我们要请你多晒太阳 因为台湾毕竟日照算充足了 但是问题是维他命D3的确真的还是不够 表示大家女生都会躲在房间里面 或是撑阳闪会减少一些阳光的曝晒 那第二个部分来说 可能会建议多补充一些 含有维他命D3的一些食物 像鲑鱼啊、鲑鱼啊 还有像我们香菇啊、奶制品 这些部分来说 通常都会让我们维他命D3 有一个显著的上升的状态 第三个选择适当的一个保养品 因为我们用D3来说 D1的话 一般我们所熟知的ADEK 都属于油龙性的维生素 所以说我们会建议用上油性的D剂 这样会比较好吸收哦 以统计来看 每10名妇女就有超过8人的维生素D偏D 除了对被孕的女性有影响 也容易会有骨质疏松等问题 所以女性朋友得多注意 这点交话台中才放不到